你好,我是J,欢迎来到静谋档案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起案件,发生在越南 横跨了两个国家的失踪案 这是一场对梦想的追逐,还是别有用心的绑架呢? 花季少女,消失在以友好和安定著称的新加坡 家人跨国九年寻找,却发现当初悄无声息的消失 本就是一起早有预谋的行动 神秘组织的帮助,是否能让案件浮现转机呢? 而少女悄无声息的离开,背后又埋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原因? 这就是越南富家女失踪案 2012年2月12日,越南胡志明市 刚刚过完新年,整个市里遗留着热闹的气息 商人范大海刚刚整理完照片 就想到了因为学业匆匆赶回澳洲的女儿 她心里有些遗憾,也就是今天早些时候 范大海和妻子在新山伊国际机场送女儿赶飞机 陪她办理完登机手续后,就开车赶回了老家 和亲人们一起度过为数不多的团聚时光 但不知道为什么,想到独自离开的女儿 范爸爸总觉得心里有些不安稳 不知道女儿自己一个人有没有安全到达澳洲 仿佛是为了印证这种不好的预感 在晚上8点,范爸爸接到了一通电话 电话是机场的工作人员打来的 说是她的女儿行李还留在新山伊机场 并没有拖运走 听到这样的消息,妻子马上就慌乱起来 女儿不是那样粗心的人啊 怎么会将行李拉在机场呢 范爸爸马上给女儿拨打电话 可是另一头却显示女儿的电话已经关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她赶忙开车,赶往机场航站楼 在高速上,她不断安慰妻子 也许女儿只是粗心弄丢了行李 手机没电了而已 然而一到机场航站楼 范爸爸就发现气氛不对劲 因为根据航空公司的信息 她的女儿并没有登上飞往澳洲的航班 航站楼也在飞机起飞前 多次通过广播寻找她的女儿 但是都没有回应 直到后来一名工作人员发现了遗落在大厅的行李箱 才马上通知了家人 难道女儿是因为什么突发原因离开了机场吗 想到这里,一家人马上找到安全主管 安全人员在通过检索了机场1号和2号航站楼 以及出租车平台全部出口的录像以后 确定没有范先生的女儿离开的身影 难道女儿因为什么原因躲在了机场里面了吗 此时,范家的亲人陆续抵达了机场 一大家子人在机场安全人员的帮助下 搜索机场的每一个角落 可是一整晚的寻找 人们都没能发现女儿的身影 犹存的侥幸破灭了 疲惫不堪的家人最终拨通了报警电话 本次故事的主人公也就是失踪的少女 名叫范海燕 失踪时16岁 出生在越南 因为父亲范大海在澳洲经商 家庭条件一直很优渥 范海燕也跟着父母留在澳洲求学 他从小就是大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学习成绩优异 16岁就顺利考入澳洲顶尖的学校 长相漂亮 性格也十分开朗 在家里更是父亲的掌上明珠 生活顺遂美满 可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失踪 打乱了他原有的光明前途 警方赶到机场以后 一方面马上组织更加详细的现场调查 另一方面开始对关联人员进行问询 范大海告诉警员 女儿一直非常懂事听话 从来不让自己担心 所以出发前也完全没有什么异常的状态 她绝不可能一声不吭地离开 肯定是在机场遇到了坏人 将女儿强行拐走了 而妻子则全程哭泣 完全没有办法回答警方的问题 于是警方就建议两人暂时先休息一下 调整好情绪 机场休息室里 范爸爸心中既疑惑又愤怒 忽然电话铃声打断了她的思绪 她终于得到了有关女儿的下落 然而这一消息 并没有让她放松下来 反而让她觉得不可置信 女儿竟然是自己主动离开的 警方在检索了机场所有数据以后 发现登机信息显示范海燕 搭乘一架年价的航班去往了新加坡 新加坡 这让范爸爸难以理解 自己在新加坡并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然而通过调取录像以后 确实发现屏幕中登上飞机的人 就是自己的女儿 她为什么要独自前往新加坡呢 警方叫来了当时航空公司的检票员 根据她的目击报告 当时在登机与女儿同行的 似乎还有一位说着越南话的神秘女子 说明女儿很可能是受到这个人的怂恿 听到这里 范爸爸忽然回想起了女儿之前的种种行为 感觉之前那些不被自己重视的鸡 全部都串联了起来 女儿青春亮丽 过安世事 从小就有一个明星梦 每天都梦想着自己成为世界名模 父亲只当是小女孩的幻想 并没有过多在意 直到前段时间 女儿忽然和自己说 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相关方面的人 可以帮助自己达成名模的梦想 而父亲那段时间工作比较忙 只是叮嘱了女儿两句 让她少相信这些东西 之后便也没有再多关心 没想到 最后的事情竟然会发展成这样子 父亲只觉得整个世界都要塌了 非常后悔 没有早点关注女儿的精神状态 不过一想到新加坡优秀的治安状况 父亲也稍微宽心了一些 警方在询问了越南驻新加坡大使馆之后得知 范海燕确实在2月13日凌晨12点30分抵达了新加坡 之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出境记录 联想到女儿出行前曾经携带了一张信用卡 范爸爸赶忙将这一消息告知了警方 企图从女儿信用卡的实用记录来寻找到她的踪迹 可是紧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新加坡警方探查了女儿失踪这段时间的记录 却发现银行卡没有任何实用记录 紧接着又探查了范海燕酒店的入住记录 同样新加坡所有的酒店都没有范海燕的入住信息 这说明少女很可能是住在非法的私人旅馆 或者更危险的情况是被藏在了某人的家中 没能搜寻到任何少女在新加坡的生活记录 这无疑让整个搜救行动变得举步维艰 没有线索的搜寻简直就像是大海捞针 一家人不断拨打女儿的电话 可结果都是关机 家人很快赶到了新加坡 因为担心女儿被人强迫做非法的事情 大家马上赶到牙龙一带 举着女儿的照片挨个询问过往的路人 同时还拿出了一大笔资金 在全岛每个区域都雇佣人员派发传单 以及寻找女儿的下落 可尽管声势浩打 这场漫无目的的搜寻 还是没能带来实质性的结果 女儿的踪迹依旧是个谜 在警方的安抚和催促下 他们只好先回到了澳洲 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父亲每天都坚持给女儿打电话 也会保证自己的电话时刻畅通 生怕错过来自女儿的任何消息 一想到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女儿 范爸爸常常彻夜不眠 恰好在这个时候 一个公益组织出现在了她的视线中 这个组织名叫罪案图书馆 是一个由新加坡当地著名的华人警探 陈进来发起的公益组织 众多志愿者加入其中 致力于帮助搜寻新加坡的失踪者 得知这个消息 父亲就如同找到了救命稻草 女儿的离奇失踪 也许就能在这个组织中得到线索 于是在女儿失踪两周后 也就是2月26日 她迫不及待联系了相关人员 并且发布了1万元新币的悬赏金额 企图找到新加坡境内的知情人士 而她也将自己之前的猜测 告知了陈进来 自己女儿之前 经常和一个网络上的神秘人联系 并且很可能和女儿名模的冤枉有关 于是罪案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展开了大规模的搜寻行动 在经过长期的搜寻后 一个线索终于给案件的调查 撕开了小小的突破口 由目击者声称 确实在新加坡张仪国际机场 见到了范海燕和神秘女郎 而且当时范海燕神情自然 与一旁的神秘女子 用越南语很兴奋地交流着什么 虽然目击者不懂越南语 但是这两个女子出众的相貌 吸引了她的注意 尤其是另外一个神秘女子 打扮得十分时髦 根据目前为止获得的所有信息 似乎已经验证了范爸爸推测的结论 女儿一直以来都有成为名模的梦想 涉事未深的她 在网络上认识了这位神秘女郎 很快就被她描述了美梦所打动 于是在知道家人不会同意的情况下 在新年过完之后 已回去上学的名 假装独自坐飞机回澳洲 实际上却和早早等在机场的神秘女郎一起 拿着早就买好的去往新加坡的机票 踏上了逐梦之旅 后来才发现是一场骗局 可是已经于事无补了 女儿很可能被别人控制住了 无法获得自由 所以才一直没有联系自己 可尽管推测出女儿可能的离开原因 最重要的是 女儿的下落却无法得知 警方也不可能挨家挨户搜寻 自己也不具备这样的权利 范爸爸推测 神秘女郎拐走女儿的原因 想必在聊天过程中 女儿已经透露出了自己家境的殷实 这个神秘女郎 想必是看上了女儿背后的财富 才会行骗绑架 在控制住女儿之后 再进行敲诈勒索 这一猜测 反而让这位父亲有些许安心 如果绑匪最终目的是钱财的话 那么至少说明 女儿暂时是安全的 一家人焦急地等待着搜寻的消息 可令人遗憾的是 无论是警方还是罪案图书馆 都没能得到新的线索 失踪案的侦查陷入了停滞状态 然而更加令父亲感到担忧的是 无论是自己还是家中的其他成员 始终没有受到任何勒索信息 女儿就像是人间蒸发一般 没留下任何痕迹 时间一点点过去 女儿的失踪案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在这期间 范爸爸还是会经常前往新加坡 游走在某个路口或者某条街道 期待能够看到女儿的声音 距离2012年已经9年过去了 一家人还是没能得到女儿的下落 他们始终无法接受女儿可能遇害的消息 仍旧固执地坚持着 女儿还生活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只是没有办法联系家人而已 其实像范海燕这样 来到新加坡 憧憬着明星梦的女孩并不是个案 在编号0034的那一期禁播档案中 来自中国辽宁的韩颜飞 也是同样的早午 彻底消失在了新加坡 而更加离奇的是 她的母亲张湘敏 甚至还在睡梦中收到了 她女儿托梦求救的信息 年轻冒昧的韩颜飞 也曾抱着成为著名歌星的梦想 来到这个国度 却遭人欺骗签下了合同 被送到了挂花歌厅住场 合同到期后 在拒绝续约之后的一个黑夜 她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新加坡 无论是韩颜飞 还是范海燕 还是有着类似遭遇 消失在新加坡的女孩子们 她们的家人 一直都没能收到 她们具体的消息 所有家人都满怀着希望 坚信自己的孩子还活着 我们也都希望 这些姑娘们 最终能找到回家的路 而对于那些欺骗 和践踏别人梦想的骗子 结疑忠心的邀请你 和编号0022的 女妖莫娜一样 有朝一日成为 静波档案的主角 在监狱中说出你的故事 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